面对楚清和所言,白小生面容清澈,雪白的长眉意识稍稍往上翘了一点。 视线落于楚清和身上,看着此时楚清和这气定神贤的样子,白小生脸上的祥和之意不简道,楚公子但说无妨。 楚清和清声道,一个消息,一次治病救人的机会。 说着,拿起桌上的水杯浅浅,喝了一口后,楚清和继续道,当然,消息也是要确定对在下有用的,便如恒山派之事,而前辈送过来的人,也需要保证不会给在下带来麻烦。 听着楚清和说出来的这一个声音,白小生即使感觉意外,却又有一种情理之中的感觉。 几夕后,白小生徐徐开口道,观楚公子这段时间的行径,以及此前前往恒山派时那不显山露水的作风,倒是那淡泊名利的雅士。 老朽倒是没想到楚公子会提出这样的声音。 楚清和脸上笑容依旧道,手中有剑不用,和无剑可用到底是两码是不是吗? 正如前辈看的一样,在下的确是对着江湖之事没太多的兴趣,但人生在世。 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若是真的想要安稳,所需要做的准备自然更多。 而人一旦没了安全感,难免影响心情,或许饭都会少吃一碗,到时候在下怕是只能日渐消瘦了。 将楚清和这话收入耳中,白小生脸上祥和的笑容依旧,只是眼中一彩连连。 老朽倒是很少看见有像楚公子这般年纪便思虑如此长远的人。 威赞了楚清和这话后,白小生话语一转道,不过,楚公子所谓的安全感,便是寄托在老朽和白小棠身上吗? 这种他人带来的安全感,楚公子能真的感受到心安。 楚清和微笑道,在下安全感缺的比较多,能拉一点是一点,倒是不会嫌多,毕竟机会到底是给有准备的人。 看着对面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一副温和且态度随和的楚清和,白小生微笑间,眼睛也是稍稍眯起来了少许。 脸上那长期微笑所积累下来的褶皱,更是将白小生那眼睛都是堆成了一条缝,让人极难从此时白小生的眼中捕捉到其他的信息。 少许时间后,白小生才是继续道,看样子,楚公子也是一开始便盯上了老朽的主意。 楚清和诞生道,没办法,能够意外碰上前辈,也算是运气,现在前辈都主动送上门来了,这机会都把握不住就太抱田天物了。 文言,白小生轻轻地叹了口气道,虽说老朽以前便觉得楚公子非常人,但今日已见,却依旧是让老朽意外,也难怪楚公子一人,便能让百花榜上的三名角色佳人倾心。 楚清和轻轻笑了笑,然后拿起水壶为面前的孙白发的杯中倒了些许的茶水。 孙前辈身上的伤伤未痊愈,多喝一杯才好。 听着楚清和的话,白小生的视线在孙白发面前的杯子瞥了一眼,宛若发现了什么。 但下一刻,白小生又是轻轻挪开了视线,神色如常。 眼见孙白发将这杯中茶水引进之后,白小生拿起桌上的茶杯再次喝了一口后缓缓地站起身来。 既然事情已了,老朽也就不再讨扰楚公子以及几位姑娘了。 楚清和同样缓缓起身道,既然如此,在下就静等前辈的消息,小钊,送送两位前辈。 面对楚清和所言,小钊连忙上前几步对着白小生和孙白发抬手道,两位前辈请。 在对着楚清和轻轻汗手示意了一下后,白小生对着小钊客气地说道,麻烦小钊姑娘了。 见白小生这样的人竟然如此祥和客气,小钊心中略微紧张道,公子吩咐,应该的。 听着小钊所言,白小生笑了笑,然后带着孙白发向着外面行去。 片刻后,在小钊送走白小生以及孙白发回来后,曲飞烟不由好奇地看着楚清和道, 公子,你为何会向白小棠提出这样的生意? 以曲飞烟对楚清和的了解,对于江湖之中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兴趣。 加上性子的懒散温和,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能懒则懒的状态。 按理说不会主动向白小生做出这样的提议才对。 听着曲飞烟所言,楚清和诞声道,刚刚不是说了吗? 增加点安全感。 曲飞烟 面对楚清和给初的回应,曲飞烟小脸一黑。 而旁边的水母音机则是开口解释道,白小棠存在于江湖已经是有着数百年的时间, 单单是白小生旗下的这些榜单,都是有着百年之久, 其白小棠的分堂,别说是大明,即便是大唐、大宋、大元以及大秦四国之中都是有所设立。 论及情报收集以及消息的打探,放眼天下,或许无人能够和白小生背后的白小阁相比。 因此,这看似中立的白小阁,背地之中蕴含的能量极大,即便是顶级势力也不会轻易招惹。 若是能够和白小阁达成合作,届时楚公子倒是能真正意义上做到足不出户,即能知天下事。 只是,面对水母音机所言,楚清河却是声音懒散道,足不出户,却知天下事不至于。 毕竟我和白小生谈即的生意,只是事关我和你们以后的消息,也就买一层保险吧。 楚清河虽说性子懒散,就喜欢窝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可架不住自己身边的女人喜欢折腾。 一个东方不败,日月神交的教主,一个妖月,一花公的大公主。 现在还有个神水宫的公主水母音机。 按理说,都是在这大民国,凭借着三女的身份和背景,关上门三个打了完也行。 反正关系越打越好。 但上一次,恒山派的事情来看,还有外人想掺和。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楚清河也只能做点准备。 自然,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白小生,楚清河怎么会放过? 旁边的小赵想了想到,可刚刚公子说完后,那白小生前辈好像并没有答应啊。 闻言,楚清河单手拖着半张脸,声音懒散道,有的时候没拒绝,便是回应了。 听着楚清河所说,去飞烟和小赵回忆了一下方才那白小生的反应。 而在得知了白小生既然同意了楚清河的提议时,小赵不免诧异道, 白小阁在江湖之中一直保持中立,我还以为白小生会拒绝公子呢。 却没想到,竟然同意了。 声音出口,位于楚清河身旁的水母音机开口道, 因为就楚公子的这一个提议,白小生本身就难以拒绝啊。 去飞烟想了想后点头道,是啊。 就公子的医术,天下谁不想教好。 就楚清河的医术而言,只要是见识过的,便免不了心生惊骇。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无者也是人,虽说不至于像普通人那样生点小病小痛, 但一旦出了问题,麻烦程度往往更甚。 身处江湖这一个泥潭之中, 中毒、受伤本身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且,即便是小心一些,将中毒和受伤都躲过去了, 防得住外人,但防不住自己修炼出问题, 收点内伤断的经脉什么的。 并且,哪个舞者身上没点暗伤? 随着身上积累的暗伤不断增多, 指不定哪天千亿发动全身, 直接将毛病全部给激活了。 自然,像楚清河这样, 医术可以用超凡入胜来形容的人, 在白小生等人的心中价值可想而知, 尤其是,当白小生本身, 还有着其他一些小心思的时候, 就更加难以拒绝楚清河这一个提议了。 这时,屈飞烟询问道, 不过公子就不担心到时候会带来麻烦吗? 楚清河声音懒散道, 麻烦和好处向来都是相对的, 就看怎么处理了。 屈飞烟不解地看着楚清河, 显然没能懂楚清河的意思。 对此,楚清河诞声道, 你觉得, 能够让白小生这样身份地位送过来让我治疗的, 会是寻常人吗? 在给这些人治疗的时候, 顺便做点手脚,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 不也是挺好吗? 治疗的时候, 顺便做点手脚。 听着楚清河这话, 三女先是正了一下, 有些不明所以。 但很快, 三女便反应过来明白了楚清河的意思。 小赵语气带着几分不确定道, 公子, 你这是准备就一个, 然后再要一个吗? 文言, 楚清河嘴角含笑道, 未雨绸缪吗? 别说小赵和曲飞烟了, 就连水母音机也是则是一阵无语。 曲飞烟更是眼皮跳了跳, 看向楚清河时, 眼神都多了几分古怪。 当一个医术高的人, 心思还多会是什么感觉? 以前曲飞烟和小赵不清楚, 现在看到楚清河, 两女忽然明白了。 这心思, 不但多, 而且还脏。 面对两女此时, 这明显多了几分特殊味道的视线, 楚清河则是一脸的淡然。 生意人讲究一个价值最大化。 对于楚清河而言, 自己这一首宗师级的医术, 本身就是一个工具。 既然要用, 自然要将其价值体现出来。 正如之前白小生所问, 安全感这东西, 能抓一点是一点。 但假手于人所带来的安全感, 哪里有自己创造出来的 让人感觉更踏实? 梁九, 在回味过来后, 曲飞烟叹了口气道, 以前我还觉得我挺聪明, 可今天我才发现, 和公子你们比起来, 我这最多也就是个小聪明。 一旁的小赵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 忽然间也明白了为何楚清河 让他平时不需要用多少脑子了。 毕竟, 有楚清河在, 自己这脑子用不用, 的确没有太大的必要。 也不怪曲飞烟和小赵会这样想, 谁能够想得到, 一次白小生上门, 楚清河竟然会在这段时间里面, 想到这么多。 挖坑就算了, 挖的还是一个连环坑, 谁让谁能够防得住? 少许时间后, 曲飞烟一脸好奇地看着楚清河道, 不过公子, 这样给人挖坑, 不觉得累吗? 楚清河叹了口气道, 累啊! 所以才没兴趣, 一天到晚向外面跑啊! 外面的老狐狸太多, 一颗心千疮百孔全是心眼, 基本上说话都是弯弯绕绕, 带着几层意思。 一个不留神估计就得被人带到坑里去了。 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 唯一的方法就是比这些老狐狸 想得更远, 更加周到。 怎么可能不累? 脑细胞都得死一大堆。 所以, 人生在世, 到底不免为人所累。 只不过区别在于, 是主动接受这一点, 还是被迫承受这一点。 另外一边, 伴随着白小生和孙白发 从此时楚清和这宅院里面出来之后, 一道道视线几乎是第一时间 便落在了白小生以及孙白发的身上。 只是, 面对这些暗中的视线, 不管是孙白发 还是白小生都并未去搭理。 而是步步行走间 一直进入到了 这与水城中的白小堂内。 一刻钟后, 看着白小生提笔尖写的东西, 孙白发愕然道, 你竟然要将腰月, 东方不败和水母阴姬 突破到大宗师境初期的消息瞒下来。 面对旁边孙白发所问, 白小生诞生道, 不是蛮, 而是将他们三人从宗师榜移动到大宗师榜的时间往后延上两三个月罢了。 孙白发愕然道, 虽说那处小子给我治好了伤, 可也不至于让你这样做吧。 九州大地太大, 而车马的速度很慢。 即便是对于一些一流势力, 甚至顶级势力而言, 也不可能像白小生这样, 无时无刻地收集天下的消息, 进行榜单的更新。 这也是为何江湖之中舞者都会关注白小生旗下各个榜单的原因。 皆是因为想要通过白小生旗下的各个榜单, 以及那江湖风云路了解江湖之中最近发生的事情。 按理来说, 东方不败, 腰月以及水母阴姬现在突破到了大宗师境。 那么白小生旗下的大宗师境榜以及宗师榜便会因为三女的原因而进行更新。 可现在, 白小生确实将这消息往后延上几个月。 若是这几个月内, 有针对东方不败三女的敌人, 对于三女的实力判断, 便会依旧停留在之前的宗师境界。 好处可想而知。 因此, 这些年中, 步伐也有突破之后, 想要拜托白小阁将自身修为突破的消息瞒下来的宗师境高手, 或大宗师境高手。 只不过皆是被白小生以中立之名直接否决。 孙白发没想到此时白小生竟然一改常态主动帮楚清和身边三个女人推迟这榜单的更替。 看着孙白发这一副茫然不同的样子, 白小生说道, 你运转真气是试看。 听着白小生所言, 孙白发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按照白小生说的调动丹田之中的真气流转而出。 只不过过程间, 孙白发这真气流转的速度确实可以放缓, 并且身体也是微微紧绷, 显然是准备应对稍后真气流转时所带来的是心之痛。 然而, 几夕过去, 随着孙白发身体之中的真气在体内运转了一个周天, 孙白发顿时轻易一声。 随后诧异道, 那楚小子不是说了运转真气的时候会有是心之痛吗? 为何我完全没感觉到? 难道只是那小子吓唬人的话? 不过话语出口, 孙白发思绪流转下, 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难道说? 见孙白发有所察觉, 白小生才是开口道,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恒山派那次的人情, 足以让那楚公子出手为你医治, 而现在让你免遭这一个月是心之痛, 本身就是超出那人情的另外一个价格, 换而言之, 就是我道欠了他一个人情。 明白了此时白小生这一番行径的缘由后, 后知后觉的孙白发脸了咧嘴。 这小子, 年纪不大, 心思怎么这么多? 这要换了我的话, 哪里看得出来这么多意思? 白小生美好气地瞥了一眼孙白发道, 本身就是冲着我来的, 你看不看得出来重要吗? 面对白小生这话, 孙白发忽然有种胸口给捶了一拳的感觉。 玄机无奈道, 既然你看出来了, 为何当时不直接出言提醒? 也省得让你现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此, 白小生摇了摇头道, 如何拦得住啊? 本就是攻心之举。 片刻后, 白小生叹气道, 原本第一次见那位楚公子时, 只是觉得他的身上有着影子, 可今天接触下来才发现, 或许, 这楚公子和他本就是同一种人。 知道白小生话中所指, 孙白发沉吟了几夕后点头道, 是啊, 多少年了, 没见过能够将你这老狐狸都带到沟里去的。 听着孙白发开口, 就是接自己伤疤的行径, 白小生不禁刮了一眼孙白发, 你觉得是因为谁才会让我不得不跳到这坑里? 面对白小生的追责, 孙白发轻壳一声后说道, 那啥, 这楚小子, 的确不一般, 倒是比你排的那的江峰要强得多了。 面对孙白发此刻生硬的话题转移, 白小生心中轻哼一声。 不过, 想到方才孙白发所言, 白小生却是皱了皱眉, 随后摇了摇头道, 萤火与皱月如何同日而语。 说着, 白小生欲出一口气, 语气似有庆幸, 又有几分感叹道, 好在这楚公子并无意踏入江湖, 不然的话, 这天下, 怕是有的热闹了。 孙白发瞥了一眼白小生道, 我看你怕这楚小子, 以后成为你家大龙手的阻碍吧。 白小生直言不会道, 不招人度是庸才, 能够让人忌惮, 本身也就是一种认可不是吗? 孙白发瞥了撇嘴道, 所以就不稀罕你们家伙, 一天到晚说个话, 都喜欢藏着掖着咬文嚼字, 累得慌。 白小生轻轻笑了笑, 随后放下手中的笔。 几乎是在这笔放下之时, 门外立刻有着一名白小阁的人 进入到房间里面。 片刻后, 十几只信鸽先后地 从这雨水城之中飞出,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快速地飞去。 晚上应该还有一张哈, 新的一月, 大团子求一波月票啊。